洛伊德先生 今天我們有個重要任務 是要全家一起出動 組織也有新任務要交代了嗎 怎麼這次連月兒小姐跟安妮亞都被捲入 是安妮亞和父親跟母親 一起去向電影好選擇 接受哲姐姐的專訪啦 大家剛剛一聽就知道 其實今天例子要來介紹的這個是現在最夯 如果你是動漫迷的話 講到現在最夯的動漫就是 間諜加加9 今天我們就歡迎到三位主要的佩音老師 耶 大家好 其實三位佩音老師不只是配這個間諜加加9 你們各自身上都有一些非常經典的代表作 可以介紹一下你們的名字然後跟作品 大家好 我是黃昏 我要去執行任務啦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玻璃 好久不見 佩琪老師 不要再出作業了嘛 我是吃雨夜喔 不要哭了蘿蔔頭 趕快去吃你的蘿蔔吧 我是胡尼克 好帥喔 那我也要聽聽看那個手遊的聲音 躲在草叢裡的不一定是壯漢 也可能有可愛的姑娘 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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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香水的味道真香 嘿嘿嘿嘿嘿 傳說你有認可嗎 有認可嗎 有認可 大家好 我是悅兒佛傑 聽說這裡有個賣國賊 喔 喔 我不是你的男男朋友啦 差得太遠了 喔 哇 又被風吹走了啦 我是傳說對決的安奈克 大家好 我是 袁世宇 我飾演的是安妮雅佛傑 好可愛喔 小綠谷 皆さん こんばんは KAYAです 買到大絕頭 等等我啊 這是傳說對決的皮皮 喔 哇 欸真的 我覺得每次聽訪問聲音老師 我都覺得好過癮喔 就是你會覺得 平常在動漫上面看到的人物 然後突然出現在這個真實的眼前 只要閉上眼睛會比較具象一點 而且 你看可以呼男呼女 像剛剛那個王秋王子也是男生的聲音 然後明明是大人要配小孩子 喔對啊 我沒有辦法 你有反穿過女生嗎 沒有 每次就是有那種女生的角色這種砸腳啊 然後我都會跟無音師說 我可以錄嗎 他就把我打牆了 他說不行就對了 不行不行 那小朋友可不可以 不行吧 小男生也不行嗎 小男生 幼稚園的可能就不行 你配過最奇怪的角色是什麼 我配過拖鞋啊 我忘記了翻這個Disney的卡通 然後我就在裡面是拖鞋 那拖鞋是假的 然後而且他的舌頭 一直是夾在外面的 我知道一直這樣 Disney 你不要把他丟掉 我要跟你走 不要留下我 因為他另外一隻腳已經走了 另外一隻腳被留下來 所以他就一直這樣講話 怎麼會更像啊 好悲傷的故事喔 那兩位有配過什麼奇怪的角色嗎 就有錄過很累的角色 金色的小恐龍 叫做炭 這種很累 通道一直這樣 這種 很累就是你錄完 因為他一定要抹傻 不小心就變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禮包會 他會控場 奇怪欸你有沒有想過 你怎麼這麼常配吉祥物 好像是欸 對他的戲路就是吉祥物 你會不小心的慢慢慢慢發現你的戲路 都是吉祥物 吉祥物還好啦 吉祥物跟蕭雜坡我真的吉祥物比較好 我也很涉入蕭雜坡 蕭雜坡的角色是誰 最近那個什麼女鬼橋 好可怕 好可怕 妳就要是笑了吧 好跳動喔 妳從安妮亞配到女鬼橋去 就因為我喜歡鬼片喔 好可怕 對我也喜歡 但是安妮亞也應該也一次要一直壓上 其實還好 還是要用開 其實還好 他把過敏拉高一點就好了 過敏拉高之後再 再調整一下講話方式有可能 我的奇怪角色 他在入肩同學入魔 他裡面有一個很奇妙的像 爆木人的角色 歡迎來到琉璃哲姐姐的訪問室 就他的聲調跟他的tempo會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反而妳覺得在配音的過程中是辛苦的嗎 一樣我們把聲音調得很高的話 或是壓得很低的話就會很辛苦 小丸子媽媽的話 小丸子媽媽的聲音 他每次要罵人的時候 我覺得我必須要看著那個螢幕 現在先看兩三遍 然後很努力的準備好 然後才的 一句話 因為他每一次講話 都是非常的中氣十度的 沒辦法 起床 哇 小丸子媽媽有這麼兇喔 蛤 蛤 是不是有整人過嗎 就是譬如說用 自己經典的那些好假設 用什麼安奈特的聲音 然後打電話給人玩 就傳說的分 有那種詐騙還是幹什麼之類的 我就想 我媽媽不在家 那兩位有什麼整人的經驗嗎 玻璃常常被要求這個是 他是玻璃 對… 通見了偶像 很多很久沒見面的人 突然打電話跟我說 你錄玻璃喔 對啊 那你可以錄一段 一段話給我小朋友聽 我就不如如如如如要寄給他 比如說他那個小朋友叫辰辰 辰辰 我是玻璃 要記得喔 一定要聽媽媽的話 一定要吃多多的 然後呢不要挑食 吃完飯要刷牙 睡覺前也要刷牙喔 晚安 喔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 近點加久的角色啊 當時怎麼去設定 這三個角色的聲音 我主要的話 還是聽原因 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盡量貼合原因 那夜子 是嗎 等等 月兒小姐 什麼事 在他身上有裝竊聽器 會不會太誇張了 不然的話 你跟原因差太遠的話 一定會被人家念的 就是說 欸怎麼會差這麼多 而且 如果一當卡通 他要搭的角色很多 或者是說他每一季的間隔 拉得很長 你真的會忘記喔 所以 自己要設計一個太特別的聲音 對 喔 不好意思 謝謝你 嚇了我一大跳 還以為他要給我一個出門之吻 是像 你們三個除了 主要這三位的角色之外 還有誰 男生幾乎沒有 因為男生幾乎我都被打掉了 只有那個 敵國的那個情報員 就一個這樣子比較 稍微出來的角色 其他的就是 被他殺的人啊 就喊一個 死掉的那種 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敵人 有個女人 人生 冒昧請問 能不能讓我在此 取走您的幸運嗎 我不怕固定的角色就是 那個 殷船仔旁邊的 其中一個跟班 像小老鼠那一隻 他有一個 對有一個圓的 跟一個長的 妳是圓的 妳是圓的 而且妳出手之前 明明還是確認了四人 不要再看 有證據證明 現在妳要打的嗎 我就錄一個 欺負約爾的上司囉 雪倫是不是 對 在講正事之前 妳前幾天 那個開銷是怎麼回事 城堡租借費 跟網工家具租借費 就兩個星星也是差很多的 因為很開 所以哪一天雪倫要跟安妮 他們會見面嗎 應該不會 不太會 他們對戲妳完全沒有問題 但有一次真的有點錯 是因為就是 安妮那時候不是哪一顆心 然後同學議論分分 同學實在太多了 我們領班大人再怎麼換得太領班 所以我有搭一個女同學 欸那這樣子 在配第一季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喝醉的時候 欸兩次 然後兩次都是我喝醉的時候 因為兒的酒量好像不太好 不太好 對對對 而且喝完酒之後 妳講話通常妳會有點大舌頭 不太清楚 所以是喝酒的身 妳是要真的喝酒喝在哪兒 沒有沒有 其實 這樣子的話可能會被錄音師擺 因為錄完喝醉的部分 妳還要錄正常的片子 不怕自己冠軍我做不到 然後我就懂了 其實 我只要把聲音放慢一點 然後稍微活一點就是 喝醉的樣子啊 洛伊德先生 沙琳我要親了 快把眼睛閉起來 姐姐 我們現在要來一個大混戰 就是你們要彼此的角色兌換 好 那就開始了 Action 洛伊德先生 我們今天有個重要任務 必須全家出動 組織又有新任務要交代了嗎 怎麼這次連約二小姐和安妮雅都被捲入 是 安妮雅和父親母親 一起去上電影好選擇頻道 被立喆姐姐專訪了 好笑喔 好有趣喔 突然到卡通廳剛好 接到好辣沒小心的感覺 所以你們也會配韓劇對不對 韓劇很多 配人跟配動畫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人你還要對嘴對不對 都要對嘴 都要對 動畫都要對 一般來講她的聲線表現方式 會再誇張一點 對 不行 不要 不要 然後真人劇的話就會 常調比較自然 我這個大騙子 為什麼要騙人 真討厭 你說的討厭鬼 不會是我吧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呢 世尊底下 就有配過這種罵人的這樣 紅媽劇都有啊 對啊 你這個壞女人 誰也會壞女人 不是啊我是說 我媽劇最常罵人的一句話就是你這個壞女人 你說你這樣對我 我這麼會 你這樣對得起我嗎 就罵完了 跟罵完很舒服啊 那你們呢 你們有罵人的聲音有不一樣嗎 罵貓 因為我的貓 是罵貓 我的貓習慣在凌晨4點的時候提醒我們 我們應該起床 我會突然的 他叫王老吉 王老吉 不要吵 我還真的很大聲 我怕隔壁人想說幹嘛幹嘛 我整到這裡 那你們呢 你們有罵人的聲音有不一樣 我偶爾會帶一堂夏立民的課 小朋友一個 那我通常跟小朋友說 你知道嗎我是小丸子媽媽 我們真的不希望小丸子媽媽出來 這是恐嚇吧 這也蠻可怕的 但那個球就是 不要講話 那我要聽看安妮亞罵人的嗎 我國小因為我有練跆拳道 所以我偶爾會去社團 學校的社團幫忙帶小朋友 也是那種 不要講話 我這個也很厲害喔 我們三個人互相嚇對方幹嘛 那我們現在要來考驗一個 就是讓大家替我對嘴 假設你們替我設定三個不同的生意 Action 最重要的是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電影好選擇 現已升級為好選擇plus 有更多更豐富的內容 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喔 從中間出來都很棒 不錯喔 我會講話太慢 不會 這樣好適合 那如果是講個快的 你們還有辦法嗎 試試看 快版喔 好適合 最重要的是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電影好選擇 現在已升級為好選擇plus 有更多豐富的內容 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喔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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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覺得抓 你們就抓得有點混亂 我整開始有點 就是你不用抓我 對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互抓的話 就會抓不到 對因為我們平時很習慣 去直接抓 拿到稿子 我們通常沒有那個看一遍的 拿到稿子就直接 對 也不用練習就直接來的 因為其實戲劇表演都會 它都會有一個慣性的套路 對 又或者我們大家戲看久了 他接下來會做什麼 怎麼表演 我們大概都猜得到 或者戲會怎麼走向 我們大家都猜得到嗎 可是像語言不一樣的時候 有說英文一大串 或者英文短短一句 然後中文一大串 這時候就要拜託 翻譯大大跟領班大大 那如果說沒有經過這個步驟 直接拿翻譯稿來的話 那就會有影響者那個狀況 那我們可能要多看時間 就是找到段點 加一些須知 或是大家看一個 換個話說怎麼講的 這個工作時間 可能就會拉長一倍以上 對 同時看著畫面 然後要看著這個鏡頭上面的人 嘴巴嘴型 然後你又要 就不算你報新聞 對啊 嗯 對 可是你要看鏡頭 但就很即時 就看個兩三號是即時 就有即時 你可能還要維持就是很好的形象 在畫面前面 我們沒有我們是一邊拿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有一個小優 是 我們 有不同的角色 跟不同的土味情話 要讓大家來挑戰 土味情話 是我要交給你 先量出第一個角色好了 太難了這個 這由我來說 我想在你這裡買一塊地 什麼地 我對你 我對你 只是怕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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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克 我想吃碗麵 什麼麵 你的心裡面 浩克不喜歡 我盡力了 我剛憋住沒有笑聲 很好 很好 浩克很入戲 百分 這是什麼味道 沒有聞到啊 怎麼你一出來 嗯 空氣 都是甜的 父親跟母親在放下 被你一講什麼都不提 你 到家了嗎 沒有 哼 怎麼還沒有到家呢 要喝杯馬丁尼呢 因為 沒你的地方 都不算家 歡迎來到阿尼亞家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 請商榜老師告訴我們一下 就是你們覺得 間諜加酒這個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喜歡 就是他把很多元素給加進來 因為現在卡通慢慢的去回到 本來以前很多卡通是朋友啊 對 冒險啊 可是現在慢慢 我們看這種動畫 看久了之後 現在很多動畫都慢慢回到家人身上 去從家庭尋找溫暖跟力量 他們不是真的一家人 對 但他們這一群人 可以變成一家人 然後從一家人一直獲得力量 家人這件事情的定義 其實是可以重新 不一定是要有血緣 我就叫家人 對 誒 說得好 來 這時候壓力又來到了 哈哈哈哈 路密的心情說的都是對的 哈哈哈哈 這個桌子可以掀嗎 哈哈哈哈 這樣講它其實也符合現在一個 多元成家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不是一個原生家庭的組成 跟真的懂你的願意接納你的人在一起 這就是 就是現代新的家庭的地底吧 家是自己可以最放心 最被包容 最可以休息的地方 這一個看似cosplay的家庭 它其實慢慢慢慢的在朝這個目標邁進 那我覺得這是每個人 他心底都想要達到的一個目的地板 我覺得是四處啦 我就是要講 大家看 男帥女美 然後小孩又可愛 有什麼理由不喜歡 對不對 對不對 動漫大家喜歡的元素都在這裡面 角色塑造非常的有魅力 而且動畫做得非常的精美 而且就是重要的元素就是 不多但都有 對 對對對 它不是一片帥哥都給你 也不是一片美女都給你 也不是萌到你 亂七八糟每個角色都萌 可是它重點只要有三個就夠 那我們再錄個 就是用你的角色的聲音 可是我在想 這對你們來講太簡單 所以想要加一些Twins 非常感謝大家 最重要的是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啊 電影好選擇 現在已經是機會 好選擇 來 有更多更豐富的內容 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 耶 記得訂閱喔 謝謝 謝謝